鬼灭之刃驻训练片开播 第一集抢先看 东京迟带的显示屏 已经是鬼灭之刃的第二个关推了 最近又更新了一次信息 这次是预告5月12日晚上11点15分 在富士电视台 最新一集TV版鬼灭之刃驻训练片将开播 12号的晚上 我绝点守候在了电视机旁 鬼灭之刃驻训练片 根据原作漫画第15至16单性本改编 主要讲述了为了对应鬼舞十五惨和上弦等危险的鬼 鬼杀队成员咋漫探子狼 等人 接受鬼杀队最强柱们的训练 已变得更加强大的故事 本集出场的柱友 炎柱悲鸣与行鸣 拨柱不死穿石迷 炼柱甘露寺秘离 夹柱石头无一郎 蛇柱一黑小巴内 重柱蝴蝶忍 每一集鬼灭的海报 都会明示出场人物在本集的存亡结果 向左生 向右死 所以无限猎射片中 向右的炎柱炼狱性手狼结局是死亡 滑街片中 一组雨水天元向右的手被砍掉 不过 我看了最先一季猪血练片的海报后 差点笑喷 因为这一季没有伤亡 所以注文圈圆向左 显示就把探子狼给挤出了屏幕 从内容上看 这一季像是暴风雨来临行的平静 是最后一季无限成片到来前 给大家喘息的遗迹 这样拿gay的遗迹 会被飞碟舍如何的呈现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